大家都知道尼克斯队主教练西伯杜一蹭因为球队三后卫阵容打不出原因 一度放弃昔日封王肯巴沃克 而因爱图罗斯脚踝扭伤需要休养两个月的时间 被冷藏的沃克终于重新获得上场的机会 打了两场比赛分别砍下29分与21分 付出两场合计狂砍50分 西伯杜真的不会用人 1990年出生的肯巴沃克如今才31岁正式当打之年 一个后卫的巅峰时期 在尼克斯对阵台尔特人时就砍下得分29分 而受伤的罗斯这赛季数据场均都可以给出12分三篮板四助攻 加上有40.2%的三分球命中率 依然是尼克斯重要的板凳匪徒 之前因为三后卫场上的阵容 糟糕的防守端造成队伍的不良化学反应 导致西伯杜放弃三后卫的打法 一边是国际球星刚帮国家拿到奥运会亚军的傅宁捏 一边是艾图罗斯 沃克反而成为了西伯杜的眼中钉 因此他一路无球可打 可以说 罗斯受伤这个奇迹 沃克才获得上场机会 咱们看回数据 赋尼耶金赛季得分13.4分 投篮命中率42% 而沃克金赛季本赛季场均13分 投篮命中率42% 两人都是差不多 而相比上赛季都有大幅度的下滑 那究竟是球员本身问题还是西伯杜教练问题呢 咱们再看一下下面的一组数据 赋尼耶 年薪1710 4万上赛季场均17.3分 助攻3.4 投篮命中率45.7% 本赛季场均13.4分 助攻1.7 投篮命中率42% 罗斯 年薪1340 5万上赛季场均14.9分 助攻4.2 投篮命中率49% 本赛季场均12分 助攻4 投篮命中率44.5% 伯克斯 年薪954万 上赛季场均12.7分 投篮命中率42% 本赛季场均11.5分 投篮命中率39% 诺埃尔 年薪880万 上赛季场均5.1分 篮板6.4 投篮命中率61% 本赛季场均3.5分 篮板5.8 投篮命中率51% 凯巴沃克 年薪873万 上赛季场均19.3分 助攻4.9 投篮命中率42% 本赛季场均13分 助攻3.2 投篮命中率42% 吉布森 年薪491万 上赛季场均5.4分 篮板5.6 投篮命中率63% 本赛季场均3.5分 篮板4.3 投篮命中率44% 自兰德尔年薪1980万 上赛季场均24分 投篮命中率46% 本赛季场均19.6分 投篮命中率42%以上7位 是尼克斯主要薪资 构成的轮换球员 今年年薪加一起 一共8237万 占了整队工资帽的70% 全体比上赛季大幅度下滑 无论是得分篮板助攻命中率 都有所下滑 一支球队个别球员状态下滑可以接受 毕竟人非胜人 总会有低谷时期 需要时间进行调整 或者是队员之间的磨合 但要知道的是 以上7人大多数都是上赛基本是尼克斯队的老队友 对于球队战术是非常的轻车熟入的 也不会有全队球员都下滑的情况出现 那最后的问题 只有教练组的问题 独留就是西伯杜本人 西伯杜不会用人 一直都是球迷所讨论的问题 无论早期在公牛 或者是森林郎 到现在尼克斯 在公牛时期就经常被人并购指挥主用螺丝 导致螺丝受伤几率上升 在森林郎一手好牌的情况下 当时还有巴特勒时期 时隔14年重新打入季后赛 在关键时刻西伯杜弃用巴特勒 季后赛被火箭赶回家钓鱼 如果尼克斯想在本赛季走得更远的话 只能在交易期间做出动作调整如今的阵容 或者更改教练组 西伯杜下克才能改变现状 大家有更好的观点和看法 欢迎到下方评论区进行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